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起来 香蕉哥哥 你在做什么啊 看起来好忙哦 水蜜桃姐姐 我要把这些纸箱收好 绑起来做资源回收再利用 香蕉哥哥 你好棒哦 不过同时 我也要告诉小朋友一件事情 老师 各位同学 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 所以爱护地球 人人有责 让我们把电地有垃圾 变成黄金吧 香蕉哥哥 你说的是是是 不过啊 对于把垃圾变成黄金的件事情 我有更好的方法哦 我也可以把纸箱 变成特别的艺术品 艺术品 你有没有说错吗 当然没有说错了哦 不信的话就跟我一起去 快乐魔法屋 GO 真的可以吗 真的哦 要动手做了 我们要把纸箱废物利用哦 把纸箱的后纸板呢 切下来 今天要把它变成小动物造型的 镜子和相框 要怎么做呢 首先我们要准备布之布 今天我要做的是 狮子相框 所以剪成狮子的样子 你看 我中间切一半以后 两边是对称的哦 这样子呢 就是旁边刺刺的就是 狮子的中毛 在旁边这里 然后呢 记得在中间的地方的话 挖一个山洞 然后在山洞的上面呢 挖四个小洞 总共有四个哦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张 我们割下来的纸板 或是纸箱的部分 然后呢 把这个布之布放上去 记得呢 有一边旁边呢 要留大概呢 三到五公分的位置 三到五公分在这边 好 那就可以开始 沿着它的边线 画一画 整个描好之后呢 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你看 狮子的形状跑出来了 可是在最旁边这边你看 我有多画了一条有没有 刚才我们预留的位置 大概从上面算过来第二个 然后就画到旁边来 然后我们把这个布之布拿开 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这旁边留下来的长条形呢 是有作用的哦 然后呢 我们就把我们画的这个 绿色的线的部分剪下来 但是记得中间的山洞这里 不要先剪哦 然后剪下来之后 会变什么样子呢 就变成这个样子 狮子 然后跟一个长纸片 好 那我们赶快来看看 水蜜桥姐要做什么呢 耶 那我要做的是 芽妹妹镜子 所以我就拿这个纸板呢 上面呢 先描出芽妹妹头的形状 所以呢 我就已经先剪了一个 不知不芽妹妹的头头 你看还有她这个耳朵很可爱哦 然后中间一样挖一个洞 好 那都描好之后呢 就像这个样子 登登登登 好 那接下来呢 一样在芽妹妹头的旁边呢 要画出一个长方形 可以 长方形 登 好 画好之后呢 我们就要把它都剪下来 剪下来之后会变什么样子呢 剪下来之后就像这个样子 登登登登登登登 嘿 刚刚长方形的地方 就在这边哦 好 那现在我们要把山洞呢 让它开一个口了 所以呢 把刀片拿出来 我们再山洞 这个圆回的地方呢 稍微割一下 好 割好之后呢 它就可以打开了哟 还有长条形的另外一边 我们要切一个斜斜的口 像这个样子 所以也是把它切一个小小的 长方形细细的就可以了 好 都割好之后 我要把它组合在一起 它就可以站起来了 你看跟我们刚刚长方形 这边割的这一刀 把它这样子夹在一起 我们的小绵羊就可以站起来了 按照水蜜蜜蜜蜜的方法 我的小狮子后面 也把它组合起来 你看 卡住以后 站起来了 好 那我们先把它摊开 不要让它站起来 让它先躺着 因为我们现在要把 用布织布把它装饰一下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橘色的布织布 粘到这个纸板上面 好 那我们用热熔胶 好 这样子就粘好了 粘好之后你看 上面有四个洞的地方都对齐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准备两根这种 银色亮亮的毛根 来当我们的狮子的胡须 好 现在我要把它穿过去 左边穿进去 右边穿出来 可是中间少了鼻子 所以我们准备一个毛球 再一点热熔胶把它粘上去 然后上面的地方 再准备两个洞洞眼 把它粘上去 我是狮子 虽然有点像老鼠 但是我确实是狮子 因为老鼠通常不是我这个颜色 好笑喔 那准备好了之后呢 其实它真的是狮子啊 中间这个嘴巴的地方呢 就是我们要放照片的地方 那我们要怎么放呢 你可以准备一个 我们去外面洗照片的时候 它会附有这种透明的袋子有没有 放照片的 然后呢 我们可以把你的要不放的照片放进去 这是我精心收藏多年水蜜桃姐姐的照片 这不好意思耶 因为我要放在我的床头 所以要把它包得比较整齐 好 然后在背后这个地方呢 我现在洞洞的缺口这边都贴上了双面胶带 然后转过来 水蜜桃姐姐的脸就在狮子的嘴巴里面了 然后你看 站起来的相框 好可爱喔 好可爱吧 那水蜜桃姐姐 你的小绵羊镜子要怎么转呢 嘿嘿 换我咯 首先呢 压把绵羊 刚刚我们留的这个山洞呢 把它打开来 打开之后呢 在背面我们要粘上这种 我们平常呢 自己会用的这种小镜子哦 像这种小小的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用热绒 把绵羊胶把它粘起来 好 在这个背面山洞开口的地方呢 好 挤上热绒胶之后呢 把镜子粘上去 粘好之后呢 我们就先把它反过来 那我们现在呢 要加上迷洋的眼睛还有鼻子 所以呢 我准备了洞洞眼 一样挤上热绒胶 把洞洞眼粘上去 然后我准备了一个这种小小的海绵 黑色的当作 它的鼻子 好了 黏好之后呢 我还准备了这种 你看弯弯的羽毛 当作我们绵羊的脚哦 它的羊脚 所以呢 一样挤上热绒胶 黏在绵羊头的后面 好了 都黏好之后 羊脚就有了 还有它的眼睛跟鼻子 那我们最后呢 就把它卡榫的地方 把它合在一起 这样子绵羊的镜子就可以占了哟 好俏皮的镜子哦 对啊 是不是很可爱呢 我想要照一下 好 你照 我觉得照看到它 我自己都想笑 为什么 因为它长得很可爱啊 对啊 这是有创意的艺术品耶 很有创意 很有创意 但是香蕉哥哥呢 刚才记不记得告诉你 要用包相片的那个塑胶透明蛋 它是有作用的哦 因为你看今天水蜜豪姐姐 那我明天想要换三角的心情 我把水蜜豪姐姐照片先拿起来 好 就可以换照片了 就放上去 就放了新的照片 这是我自己都换的 那俏哥哥好好笑哦 就是可以 你看你要换不一样的照片的时候 其实这很方便 就不用再另外再剪的做了 真的耶 很特别吧 小朋友在家里面 你也可以做做看哦 对啊 也可以做不一样动物造型的哦 你看这边是小怪物 还是小猫头鱼呢自己想一想 看一看就知道了 那小朋友 待会也不要忘记赶快跟着香蕉 水蜜桃一分钟玩笑意 又到了一分钟玩笑意的时间了 今天要挑战的人是水蜜桃姐姐 对 就是我 水蜜桃姐姐今天要做什么呢 我要做的是耳环 耳环 那赶快来看看 水蜜桃姐姐一分钟计时开始 首先我们在这个泡棉胶上面 先剪出一个你喜欢的图案 那今天我当然要剪爱心的形状咯 因为爱心的形状就像水蜜桃一样 好 把它剪出爱心的形状 好 剪下来 是用泡棉胶吗 对 泡棉胶 好 一开始水蜜桃姐姐有讲过 香哥哥 我们要再剪 好 那把这个泡棉胶其中一边撕下来 就像这个样子 好 然后呢 时间快到了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漂亮的这个亮粉 把它撒上去 然后均匀的 均匀 根本不会到 时间根本不会到的感觉 好 还有多久 五 四 好 你赶快 好了 我做好了 这就是我的耳环 耳环都有勾勾 你又没有 这个不用 你没看到小朋友最流行的 就是贴纸耳环吗 你看背面这个双面胶呢 我们再把它撕掉 你看 这样就可以粘了 真的假的 这样出去不会被笑吗 不会 你看很炫吧 真的还蛮好好看的 对啊 而且你看我还有用另外一种 我还做的香蕉都要送给你 那你帮我粘在法袋上中间那 好可爱喔 你看 有没有 有没有下次你扮成妈妈的时候可以用 想到你喜欢什么 突然就剪成什么之外 这两个祖母律是要送给 这是要送给香妈的 真的 送给家母的 对 送给我妈妈的两个祖母律 我妈妈很喜欢这个 对 希望香妈会喜欢 对啊 小朋友利用这个泡棉胶 也可以做胸脏耳环 然后添上亮粉就变得好看 没错 小朋友很简单 大家也可以做做看喔 下次同一时间 记得还要收看我们的 快乐魔法屋 下次见 拜拜 好可爱 哈囉 大家好 我是QV姐姐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记得按下订阅键 那如果想要看到更多 不一样的内容的话呢 也记得看这里